世伯教老師中 直追她問 這個中午吃完米飯了 看看大家的精神好不好 測試一下 很高興來到我們每個月最後一個禮拜五 當然要記得每個月的最後一個禮拜五的下午 我們大概會有一個 這個NIC跟我們科技不同的網際網路素養 這樣的一個講座 我們可以聯合舉辦相關的一個 所謂這樣的一個大眾 針對大眾 智慧大眾來推廣 這個網際網路相關的一些知識 我想現在這個 我不知道這邊可能年齡層有比較長烈的 可能也有蠻年輕的 現在我們這個大家已經不太看報紙了對不對 已經很少人在聽報紙 其實也慢慢越來越少的人看電視 所以這個到底都在做什麼 做透過網路 所以你可以透過網路取得一般要的 不管你生活上 甚至工作上 甚至你的休閒娛樂 其實網路都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主要的一個媒體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網路上面的創意 網路的創業 網路的行銷 是不是相對變得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樣 對不對 你看它居然變成一個主要媒體的話 所以網路的創業 網路的創意 你創業的創意 當然你更重要的要重行銷 剛剛我們私一談到 TLIG過去大概有舉辦這個所謂的網路創業的一個故事 網路創業故事的一個真文競賽 創業故事的真文競賽是強調什麼呢 當你要有成績 就是要有成果 你不能空談 你只會說故事 也不行 你說了故事之外 你還要有一些網路上時機的一些所謂的成功案例 當然我們是常常是到我來講 就是你有個成功案例 你還會包裝成一個感人的故事 所以有的時候要有一個會議去做一個感人的故事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們很高興 我們請到了兩個 剛剛這個事宜談到的 事實上是 真的是不敢說萬眾 因為我們這個參與的可能也一時 我們也都罵不下 其實坦白說是 但是可能從初選一直過來 那確實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都是我們在過去得第一名的 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參考的兩個案例 第一個案例 我們要談這個 大家都知道YouTube 沒有人都知道YouTube YouTube現在最紅的一個名的平台 但可能你們不太知道 這個Boss2 所以一看這個名字很像 都是2 所以基本上就有個創意了 然後就要去借YouTube的知名 能夠來推廣Boss2 所以Boss2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一個網路上面 能夠提供大家去學英文的 能夠線上學英文的 一個蠻好的一個所謂的網站 一個工具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 我們請到了Boss2的一個創案 也是上次我記得評審的時候也非常接觸 我們這個詹藝維 詹先生來親自親身說法 我們來談一談他們從一開始 怎麼樣成功的 更重要怎麼樣去寫一個好感人的動能的路實 這個創業 這個創意 以及他怎麼樣透過網路來行銷 我相信這些都是可以讓我們來接近的 之後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第一位獎者好不好 我們詹藝維 詹先生來 非常高興就是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這次的邀請 對 我想問一下就是 因為這個活動可能跟網域有點關係 然後我想請問大家 有人也在跟我一樣在創業的嗎 可以舉個手嗎 要創業的 我在創業的 好 酷 對 就是我們會跟就是 記者應該是有個遠遠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2013年就參加一個網路競賽 就是一個網路的一個創業故事競賽 其實這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因為我們就是大概從競賽到現在 大家大大小小得了數十個獎 包括最近那個Facebook最佳 2016最佳的APP 10萬塊美金那個獎 是在香港頒獎的 然後對 那個獎是很大的 但是我覺得 記者應該是這個獎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獎 因為它是我們的第一個獎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第一個獎 它是在2013年中班的一個獎項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的故事 故事其實我就寫得還蠻動人的 我覺得寫得蠻好的 就是我可能就是放棄外山的高心 然後跟我的現在的老婆 我那時候的女朋友創立Voice2 這樣子 然後每日每夜的做網站 對 那時候我寫說 我們的會員那時候只有三萬人 然後影片好像只有 會員只有一萬多人 然後影片只有三千部 可是現在其實我們的會員到現在 已經突破一百三十萬人了 然後影片還有超過三千五百萬部 對 所以其實這段時間就是這個獎 真的很重要這樣子 對 然後 OK 然後為什麼 來看一下 這是那時候頒獎 然後這個是跟那個 生活四級國家兄弟的那個 對 他們的創辦人一起頒的獎 對 我自己是從那個 地圖日記書來的 所以蠻熟的 對不對 大家知道這個 這個是什麼嗎 這個 對 所以從前面猜得出來 它其實是一個網址這樣子 對 它就是一個連到 對 Voice2首頁的網址 其實網易之所以重要 它就是代表一個 一個品牌 對 就是沒有人希望說一個 這個網址它真的是一個大片這樣子 對 它其實是可以連到 連到 連到 voicetube.com這樣子 然後其實現在有很多方式 也可以轉轉到 轉網址 像是用QR拓之類的 所以有一個 漂亮的網址其實是很重要的 跟那個Brand做一個結合 這樣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我剛剛提到就是 這個 這個還蠻特別的就是 它是 之前可能幾個月起來還蠻紅的 它就是用 你知道這個符號嗎 它是Emoji 它其實是一個 一個次元符號 它也可以代表網址 就是現在其實 這樣都是合法的 可是其實對一般來講 它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網址很重要 然後怎麼重要 然後怎麼重要 我後來之後會提到 然後網址重要性 那就不用多說 就是 近期近期年來 其實 很多 像 像最近的三個案例 Facebook 他們把 FB.com買下來 也花了大概 這樣子 大概是 講了多少 兩億 兩億多美金 對 然後 對 然後 對啦 像Ample 或是Shoppy 他們 其實 他們也是 不以餘力的去 把他們覺得重要的網 就是網址 買下來這樣子 對 其實 其實進入了 AVB的時代 他們還是不以利的買網址 然後 有顯示說 現在其實 AVB的時代 其實也慢慢的已經過去了 他不像三、四年前這麼風光 然後 現在有指出 就是 美國現在 其實 每個月來講 會下載APP的人 其實越來越少 你看一個65%以上的人 他其實已經不會下載APP了 就是 因為美國是一個很好的代表 因為美國已經算是一個 已開發中的國家 就是任何國家都會發像 像這樣子的趨勢 所以其實APP的重要性 會越來 就是你要新開發一個APP的成本 會越來越高 然後 Acquire 就是要獲得每一個新使用者的成本 是越來越高的這樣子 目前只有像是Uber 或是Snapchat 這種新創的 還有辦法就是達到一個 就是水平 就是新增的水平 就是像Facebook 就把這種已經比較難 已經比較難 就是一個大幅的成長 對 然後我自己也觀察到 這個特地也表示 就是186個獨角獸的一個企業 就是private company 有168個 然後他也包括像Uber、Snapchat 還有Evernote、Jobox之類的 對 其實點進去發現 他們其實他們的公司名稱跟網址 其實是完全符合的 不會有就是完全不符合的狀況 那這個完全不符合的狀況 其實在台灣還滿常發生的 我常看到 就是他們網站取的名稱跟中文名稱 其實是差很多的 就是這件事情其實會有一個 以未來包括SEO或是ASO 就是App Store的下載 下載的優化其實是說會有很大的差別 以長線來看 對 所以我覺得一個正常 就是你想要走長遠的公司 其實你的網址是很重要 他一定要跟你的系列的名字 一定要相符合 才會有意義 才能走得長久這樣子 然後有人問到說 為什麼我們會是TW 對 其實TW是那時候2012年 年尾的時候申請的 其實我們現在 你看到說WSEO其實已經是打卡的 就是你覺得打TW他也是走到打卡 可是為什麼一開始是TW呢 就是其實用TW的話會有一些狀況 對 沒有什麼狀況 沒有什麼情況會用TW 對就是像是一些台灣 台灣人的公司 像是iBeat、iCook、Pixnet 他們都是點TW或是.com打TW 這種他們可能就是會用TW 而且用TW就好 他們不用申請像.com或.cc那種的網址 這樣子 然後第二種就是台灣的分公司 像是什麼Google Google.com打TW 然後還有Dolitos 就是那個 那個市的那個 他有.com打TW 不過他們這種只會申請 .com打TW 他們通常不會申請別TW 因為還是要有.com才有公司的感覺 他們也就是既定的影響 然後還有第三種的就是像我們 對就是申請不到.com的人 對申請不到.com其實 當初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一開始是學英文 所以我們就是要走到國際化 所以就是很想要申請.com 可是那時候.com在2005年 已經被一個德國人申請走 在2015年 他們在十年前 將近 現在十多年前就申請走了 那Wisuit.com 他們後來有輾轉 已經認識到這個人 他是 我是透過就是 就是申請網址的服務 然後再連到Linkedin 然後再用Email跟他溝通 對 然後他當初會做 做Voicetube的目的 其實因為他也是想像Youtube 所以他Voicetube他是想要做像 一個cloud sourcing的 voice的平台 就是有點像是 Soundcloud 對 Soundcloud 就是國外很大的 Soundcloud平台一樣 就是做聲音的cloud sourcing 就是Youtube是影響的嘛 然後 Soundcloud他不是做聲音 然後他那時候做也是做聲音的 然後他應該是後來沒有做起來 因為他 我觀察到他申請的那一年 所以剛好 Soundcloud也起來 就是他們兩個 可能後來他也 就是執行力的問題 Southcloud就起來了 然後他那個就是空的網站 所以也剛剛好就是 他是德國人嘛 感覺性情也還不錯 沒有 不是大陸人 如果是大陸人就完蛋了 就是我可能永遠申請不到這個網址 因為以我那時候的規模來講 那時候我說兩個人 不太可能不及 因為大陸人大概會開價 幾百萬美金之類的 都可能會亂談 對就是德國人他 你知道因為我那時候網站是免費的 還是學英文 就是整個都是很正面形象 然後給大家看他也很理解我的理念 然後他就用一個沒有很誇張的數字 所以就買 用我買一下這個.com的網站 但是其實我們沒有放棄達TW 我們甚至還有申請達康達TW 就是他最後還是轉職到達康達康達康達這邊過來 那我覺得達TW其實 那時候對我們來說 他真的就是一個跳板 就是任何公司都有個跳板 就是你可能到上到國際就是走向國際之前 他公司可能 如果就是可能會再拿一個公司 然後最後再走向國際 那對我們來說也是一樣 就是點TW 那時候是比較少人申請的 那基督門開始比較低 然後我就可以接申請 然後之後再看狀況 然後再去看怎麼去獲得 就是比較Grocal的網址這樣子 對 為什麼網址很重要 就是他跟Market有直接關係 因為我們其實是從網站起家的 然後我本身也是個Web Developer 然後研究出來有一個方式 其實是下載App是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在上面放一個Smart Banner 就是專業處理叫Smart Banner 就是在首頁的 不管是首頁或是裡面的內頁 上面有一個下載的一個Bar 一個Banner 它是最有效的這樣子 對 就是這個Banner來說 他其實帶來將近兩成的流量 就是兩成的下載量 只是這個方式其實是很大的 因為其實現在獲取一個 獲取一個install很貴 就是以在國外而言 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是一個廣告公司 他去研究說就是全世界前10名 你要下載一個App要花的錢 就是上面是美金 可以看到光在澳洲 你可能就要花100 就是光下載一個App你就要花100塊 其實台灣也是 因為台灣的話 其實手機也已經是很成熟的 很成熟的市場 尤其是在遊戲方面 所以這個App的競爭非常激烈 然後獲取一個App也將近要八十多塊錢 所以就是如果就取到好的名字 然後你的網址跟App就是 因為其實你去看這個頁面 會覺得如果他的網址跟你的內容 是不相符的話 其實你對這個東西是會有concern的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你可以看到 從上面網址到smartbank到下面loco 就是要有一致感的感覺 就是這滿重要的 所以網址很重要 就是基本上就是要好的一個網站 然後就是要要 但就是要好的內容這樣子 然後最基本就是要一個好的網址 基本上上面談的是網址的重要程度 然後其實網址更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就是做SEO 就是大概是就是申請網站 有網站之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這樣子 然後就是在Wordetube其實 當初一開始只有兩個 我們現在大概有三十個人左右 加上一圈合有四十多個人 對 開始只有兩個基本上沒什麼 沒什麼資源 然後有沒有錢 所以免費能獲得流量的最快的方法 大概就是做SEO 就是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就是搜尋引擎最佳化這件事情很重要 即使是現在我們的流量 大概有30%是來自於搜尋引擎 對 30%是算健康的 就是可能1 3分之1是直接流量 然後1 3分之1是搜尋流量 然後3分之1是referral 就是從第三方網址 像Facebook來的流量 像是健康 好 那時候SEO帶給我們來的流量 大概從一開始可能可以到達 大概5、6成左右以上的流量 對 然後那時候其實 就是做對了滿多事情的 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我先看 先讓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做SEO的成績好了 就是可以看到其實打一些所謂的關鍵大字 什麼是大字就是那種很貴的字 可能像你一般來講 像學英文這個字的話 你可能一個click可能就要100塊錢 就是你可以點到Tuber ABC Tuber ABC就要付給Google錢 大概100塊或100多塊 這個是有分析工具 他會跟你講的價錢 所以如果你能掌握這個 其實你可以省很多錢 然後撇開前面的廣告不說 就是我們其實 因為現在是無盒模式嘛 無盒模式 為什麼要用無盒模式來測試 因為如果你用你自己的帳號的話 他可能會依據你的之前搜尋的經驗來去 就是他可能會比較是 就是把你往那邊前面 然後如果現在開無盒的話 他就是完全就是新的 就是比較公正 可以看到我們其實有辦法在非廣告 就是不買廣告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把前三個全部都是 就是都是Word Street的往事 對 這還蠻神奇的 就是我覺得蠻厲害的 一半而言就是非常難做到這一點 就是很多人可能光一個SEO Team 像我所知道 就一直可能光一個SEO Team 好像就有六七八個人在用這個 對 可是我光靠我一個人 可能把你用就做到同樣的水準 對 然後還有Yahoo也是 Yahoo這邊我們像一些學英文的字 可以排到第一名這樣子 對 然後現在我要看一下 就是這部分有哪些可能要注意 做好的地方可以分享一下 不好意思 請問這邊有多少人認識 Worstube的 可以舉個手嗎 好 還真的有 好 沒關係 好 就是做SEO 其實最基本最基本就是 你的內容要到位 就是你是學英文的 你就要專心的就是 裡面內容可能都是跟學英文有關係的 對 因為我們來講 可能光網址的標題就是 像我們的 可以看我們的搜尋 搜尋列 對 我也是有看影片 學英文 你看裡面有多少跟學英文有關的字 對 就是有 至少有兩個嘛 英文跟英語 還有英文學習這樣的複合字 就是越多越好這樣子 就是標題是很重要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裡面的所謂的description 就是裡面的metadata 看這邊 它這個是在做網站設定的時候會用到的 然後其實裡面的內容也盡量要跟英文有關係 像這裡面跟英文有關係可能是 你看你學英文 重複沒關係 然後它裡面可能有單字 發音 用法 這些就是跟學習有關係的字 盡量也要在裡面 所以這是第一步最基本的 對 這邊應該沒有我的競爭對手吧 對 你的競爭對手 看不出來 再來就是裡面的結構 就是你的分類結構 像以這邊來說 我們可能會有 學英文會直接想到 可能是學種類別嘛 所以我們就盡量把所有能夠 就是想到的學英文的類別都 把它include進來 就是像PB11 CNA 就是大家很直觀 所以可能看影片啊 看新聞可能會學到 會用到 或是考試相關的 或是還有像VR最近很流行 像打VR英文我們也是第一個 對 之類的 像就是你會把所有相關 怎麼看 聽音樂啊 或是兒童英文 就是你會把這些就是做 就是把這些類別都是把南瓜進去 但是其實南瓜進去之後 但很重要的是裡面那樣的內容 就是你東西不能太少 所以你成立這個類別之後 你馬上就要塞內容進去了 不然他的就是所謂的Google 或是Yahoo他們的爬手去找你那些內容 爬不到好的內容的時候 他會覺得你這個網站是沒有價值的 所以你一定要在很短的時間內 就要先把內容塞進去 然後像我們的首頁可能就是要有 最熱門的影片 就是 對 就是 其實我們也在某種方面 我們是一個學英文的平台 我們也是一個媒體平台吧 就是我們最初做這個網站 其實是我在外商的時候 我覺得學英文其實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時候我覺得我的讀寫都 不是讀寫 寫的時候寫還不錯 然後就是聽跟說不太寫 然後就覺得是不是有一個好的方法 可以學英文 就是我發現就是看影片 可能是一個好的方式 然後看影片可是影片會無聊 就是你在National Geography 那些去看影片 可能很難找到你喜歡的影片 那你就發現其實YouTube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影片 就是他可能是你喜歡的內容 我想他其實就是內容很重要 所以我就發現用YouTube來做一個 英文學習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你就是把網站 就是你的網站的內容是有趣的話 你就會持續的去學習 就是我當初做這個的初衷 所以其實ACF很重要 就是你盡量去放就是有趣的 就是道地的英文 然後他最好是跟時事有關 像最近的這個最強有辦法做一次 在百公司可能是把進行比較新的東西 你就放上去 就是他最好跟時事又有關係 那這樣子的話 別人在搜尋的時候 你很容易可以搜尋到前面這樣子 對 剛才講到結構 除了Channel以外 我們這邊其實還有一個是程度分析 就各種不同的程度分析 對 這個也是對SEO 也是有一個結構化的 是對爬的時候 他去爬的時候他就會 他就是會吃在一棵樹一樣 他會知道說要怎麼爬 怎麼去找你的網站的結構這樣子 然後包括網頁裡面要有的 你的重點 因為網頁會有結構嘛 你會跟他講說哪些是分類 哪些是大標 像我的大標可能就是這個 從電影音樂 及蔡德生活影片學好英語 說好英文 看我這邊裡面有兩個 跟英文有關係的 然後重點是電影音樂跟蔡德之類 都是很重要的一些關鍵字 就是你要不厭其煩在網站上提到這些關鍵字 他會覺得你才是跟這個主題有相關 那其實你要去打這些關鍵字的話 你要一開始就要決定 你要攻擊哪些關鍵字 就是打哪些字對你的網站是之後有效 因為這是長腿效應 一開始在很早以前 就這個東西殺到 以Google來講要三到六個月發效 他才會在Google上面慢慢的那個排序提升 然後以Yahoo而言 Yahoo的話比較短 大概一到兩三個月 對就會有效果 所以你要很早之前就要先規劃 你哪些事是你要攻擊的 看下影片 對 像這邊一樣你很重要就是你的標題 要跟那些Google或Yahoo他們講說 你的標題是什麼 你的主要是什麼 就是如果是一個Developer 就會知道說哪一個 你要寫在網頁 你要跟他說哪一個是主要什麼 裡面的關鍵字啊 裡面的內容啊什麼的 盡量跟英文是一定要有關係 那我們是做英文相關 所以裡面其實都是跟英文相關的東西 然後包括一些 包括一些像我們有重點單字整理 什麼多一單字學名音檢啊 對啊我們這個也會標出來 所以這整個 就是一連串所有動作 其實都是都跟英文相關的東西啊 所以他就認為的確這個是很好的學英文網站 就是我應該要把它卡到第一名這樣子 其實我那時候 我記得我當初在RUN的時候 大概六個月左右 我們這個網站幾乎在所有的 學英文的關鍵字都排名第一名 其實我那流量還沒有到很大 大概一天才五百到一千人 現在大概二十萬啦 之前那時候大概五百到一千人而已 那時候可以卡到第一名 所以流量其實不是非常大的重點 重點是retention 就是他的停留時間 跟你的關鍵字是不是也對 然後雅戶的話 雅戶很特別 雅戶的SEO很難做 就是雅戶的SEO我們大概兩個Google很快 大概六個月已經在第一名 雅戶大概RUN了兩年 不知道為什麼都沒辦法在第一頁 連第一頁都會出現 然後我們後來就請到雅戶的SEO的專家 他說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你的網站要很簡單 他有點製作聰明 就是他覺得你的網站越簡單 就是他會覺得你的主題會越精準 他把他覺得像我們的網頁 裡面下面還有一大堆的內容 對一大堆的內容 他覺得你這邊是不是一個 垃圾網站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就會 或是他太笨啦 他爬得太慢 所以他就用簡單的方式 就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後來很簡單 就是去欺騙這個corder 就是欺騙雅戶的那個爬蟲 跟他講說 來我這網站其實沒看到那麼多內容 你可能只看到我這邊的內容 最上面這邊的內容 下面都是空的 然後這個大概站兩個月後 就排到第一名了 超神奇的 所以雅戶就是蠻笨的 所以越來越少了就雅戶了 很敢戶了吧 就是雅戶還不錯 雅戶他是做娛樂相關是很不錯的 就是你學習的話 Google茶還是比較方便一點 然後最近我們也開始做一些Google 因為我們最近有得到Facebook的獎 所以其實我們最近也開始布局一些國際的東西 包括我們App也開始做日本的localization 就是日本話 然後Facebook也開始經營國際版 對 國際版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Facebook也叫Grobal Page 這是題外話 因為時間還要很多 就是講一些 就是我們Facebook做一些貨品的事情 我最近正在做的 分享一下 喜歡一下 好 我介紹一個 什麼是Grobal Page 就是如果你在網址這邊打像是Uber好了 你就會看到他其實會轉到Uber Taiwan 你會看到這邊有Directed from Uber 就是我剛剛是打Uber 其實他的網址是 就到Uber Taiwan的 對 然後 那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 那其實他很簡單 他就是看你的IP位置 他會找到正確的國家 然後那你要怎麼去看其他國家 你可能就是要開無恆視窗 去看 你會看到像Uber Taiwan就是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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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一個 然後 然後 進去 對 他這邊都是英文內容 你唯有這個方法還會進去 那你會發現他有些共同特性 就是你看他的戰術 他這邊是500多萬人 然後 然後 OK Uber台灣邊 他也是500多萬人 他其實就是連衝的 他 Growth Page的特性就是 他會依照你的IP會去導入 就是導到就是那個語言嘛 然後他的其實 他的戰術也會是一樣的 對 就是對於經營品牌 其實這台也還蠻重要的 就是如果有機會的話 其實大概如果有想要去國際的話 然後Facebook經營可以用這種方式經營 這樣子 其實是還蠻好的 不過這個 在台灣我們應該是第一個這樣子做吧 因為其實要申請這個Growing 其實有一天的難度 我之前其實申請不過 就是因為有的那個 就是2016的Facebook的那個獎項 通財就是有專門跟我們溝通這樣 不然這其實是超級難申請的 對 包括這個Badge 就是也不好申請 好 講得有點雜 然後 對 其實才兩點事實 那大家 對啊 就是 關於網址 或是行銷的部分 就是看有什麼問題吧 哇 拜拜 中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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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さ 台灣